我想问刚才你们讲一个人应有个生命意义 有个灵魂使命,这个课题很大,我们怎样做到? 可以很简单理解,亦可以搞到很复杂, 怎样可以做到?上课,看书,看片, 找生命教练和你指导你,通常都是这样, 或者你不断打坐等开误,有步骤的,有方法的, 但这一个我觉得是做人的第一个课题, 即是做人什么问题问到最后都只是这个问题, 就是Who are you?你是谁? 你是谁?你搞清楚你是谁?生命就碰了, 搞不清楚就什么都不碰, 为何你现在做事那麽失败, 为何你现在人脊股是那麽差, 为何你头头放着黑, 为何你经常病完又病,病完又病, 通常都是搞不清楚自己是谁, 世界上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死的问题, 所有问题都是我在这做什麽呢? 我为何不死? 其实你说我不想这些事, 你以为你不想, 你的细胞经常都想, 你的细胞经常都问为何不死, 我用个比喻就是一辆小巴, 小巴跟其他车不同, 由早到晚在那走的, 没什麽停的, 如果是几间的那些, 的士那些就是24小时在那停, 整天都是很累很残的, 我印象, 新车落地很快就很残的小巴, 小巴是不动的, 那辆车, 巴士是不动的, 是要有人驾驻它做对的事, 它便走了, 刚才, 你要踩油, 你要扭转, 你要转波, 那车是就走的, 正常的, 但我观察到, 现在我们个个身体好像小巴一样, 驾驶那要叫灵魂, 现在你的意识很流行说,身体不想合作, 这辆小巴,你的车是不想玩, 你叫它扭左载转右, 一会在那漏油,一会滑下滑下, 踩brake它又不停, 现在我们的车就是这样, 是跟你玩,是不想合作, 为何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经常租出它, 晚上又鬼不夜睡, 吃了些东西又吃错,入错油, 我经常说你有辆车车, 无理由入火水下去,还要沟水下去, 车怎会不死,走下就爆炸, 我们天天入油就是这样, 明明都要入Premium电油, 你去入火水加水,我们就是这样, 整天租出身体,身体给万千个警告我们, 我们不收,所以身体就要玩你, 就要收工,身体想死, 我们每个人都想死,我们每个器官都太累了, 太残了,还有我们身体同一个车都不同, 车可以分开,油缸在这一处, 车车在这一处,铁在这一处, 铁在另外一处,可以只搞这边,身体不行, 全部都是环环相扣的,即是你的身脏, 还有你的肾,你的肝,你的眼, 全部都是连起了一个整体来的, 一个organic hole,一个有机整体来的, 任何一处都不行, 就影响所有周围都很严重影响的, 所以就是这样,说回灵魂使命就是, 身体全部都失调, 忠义经常说你失调,就是这样, 又说你虚又说你热又说什么, 就是这样,气氛很差, 用车的比喻,就是车经常都不想走, 只有一个方法是想车可以被租资的情况下, 都肯定常运作的,就是告诉他,好玩, 又怎样告诉他身体好玩呢,陪我玩多一阵, 我自己的例子就是这样, 前几年由于COVID那些, 就真是想死,不想玩, 你叫我戴口罩才可以出街, 我就觉得是很非人生活来的, 我非常抗拒这件事,打仗不用说了,这些, 我身体都每天都叫收工, 正眼不想看东西, 所以视力插水下降, 我耳朵不想听东西, 所以我的听觉是差了很多很多, 你听我六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录音, 现在有,随时听到, 那声很漂亮的,说不出声, 我四日未讲过话,一样是声声, 一样是讲不了, 长嫂我太太惊到, 我经常觉得我有一边耳就听不到话, 我特意浸了下去冲浪缸, 我刚刚开着蓝牙喇叭, 我浸这边这边这边, 让它已经差很远, 总之我听过是插水, 就捉我去看专科, 他有些医生, 书香港最贵的那些, 其中一个, 给了一千多二千元, 即是有情价, 他结果都是不将我所料, 他说你这样的年纪七十几岁, 应该有少少退, 你现在听不到高音是选择了一部分, 所谓正常, 个个七十几岁都是这样, 但其实你无理由是这样, 即是organically, 在生理层次那些是正常的, 但不是等于我觉得我收到是正常的, 视力是这样, 我看不到东西但我要验, 换眼镜我只要验, 去时讲的我很熟的那些, 他说你无理由你看不到, 那个专家说你无理由听不到, 我有严昌问题, 不就是这样, 我觉得生理就是这样, 到有一天我想听, 政府公布的东西我觉得挺好听, 这个政策挺好, 不是经常说要搞小贩市场那些, 很激气, 政府告诉我听, 我们取消大月山吴田凯了, 那我们的鱼姐会听完, 每天听那些新闻, 我听一次就生气一次, 那就不听了, 明白吗, 你看那些这样的镜头, 叫鲸鲸鱼又死得, 那就不看了, 就是这样, 所以你想健康就是你要常去做显化, 什么叫显化呢, 英文是manifesting, 就是心想自成, 你要去创造你想要的东西, 这一个说起来很简单, 但做起来很复杂, 如果不是个个身份自成, 个个都中六合彩, 为何有些人做, 有些人做不到, 有时得有时不得, 背后有很多巧妙, 所以长官写了几本书, 所以我每一年都搞一些刑, 看着他们进了刑之后, 生命都不同了, 他们学到掌握了这种技巧, 不是只技巧的问题, 是一种信念,一种理解, 一种开悟的过程去知道, 是知道人是如何跟天连结的, 我们本来跟天是连结的, 什么叫连结呢, 我记得在差不多五十年前, 忽然影响学太极, 跟一个很有名的老师傅, 这位师傅有了度, 但他不讲话, 他不是教你一样教你一样, 他不讲什么原理, 有一天他只是用比喻, 好像写诗一样,很严重, 他那天说, 你看那只猫, 你学那只猫就行, 那只猫做什么都对的, 人做什么都错的, 那只猫躺在那里的姿势是对的, 那只猫跳下来的姿势是对的, 他没有学过, 但他又知道, 那只猫是跟宇宙不断连结的, 他那条线是通的, 我们人本来都是通的, 我们是有很多能力的, 但我们不知, 我们又不去发挥, 就是这样, 你明白我们是怎样跟上面连结的, 人做不到的事, 天会做到, 我们借助天的力量, 得到很多知识, 看通很多东西, 还有很多能力可以做到东西, 灵魂使命就是我们问宇宙, 问起身, 我要在这做什么呢, 就是这样, 我经常用那个比喻, 你去足球场打球, 你要知道究竟你现在这场球 你打前锋还是打后位先, 你应该站在哪位先, 你负责是怎样去跟整队人合作, 这就是你要跟教练沟通先, 跟教练用方法在即使打球的时候 就是给你暗示, 你要看得到, 就知道自己为何要在这做什么事, 你说我怎知, 关系在于兴奋, 你事实很兴奋那些事就行, 我试试一句话说完, 你不兴奋你就死得, 记住刚刚讲你的话, 你不兴奋你就死得, 生命里面无东西令你兴奋, 你身体就想死, 其实个个都想死, 不过你无东西说服它, 好玩,我们一起去砌, 我每一天都要说服我的身体, 我早上起床第一句话要问, 为何我今天不死, 我今天会有这班同学在, 他们来到这儿, 他们来到这儿见到长谷很开心, 我今晚在音乐会, 最后那个我出场, 我今早就跟身体这样说, 身体好,好玩,去吧, 我陪你, 你听过谭校长当时, 人家问他几岁, 你记不记得呢? 我永远都锁定了, 我的状态是二十五岁, 我就发现身体真的有一个反应, 我会记得一五岁的时候, 我可以做到甚麽, 我曾经physically, 身体上做了甚麽, 我留回那时的记忆, 时时用这个做benchmark, 做基准, 让身体照足那时这样去做, 不是事业做到, 但这是个基准, 身体就会很可爱, 身体真的, 我记得我爸爸八十岁的时候, 然后去看医生, 回来跟我说, 其实他怎样是看医生, 很多人看医生都是想找人聊天, 等医生告诉他, 你现在都好病了, 他觉得好满足, 我真的病了, 医生都说我病, 那只而已, 回来跟我说, 阿伯, 你现在吃得, 睡得, 算是这样, 我爸爸说有点痛, 走得不方便, 六字真言, 他说, 哎呀伯, 年纪大机器坏, 我一听到, 我就想拿刀斩死医生, 这个便落降头, 医生都是这样说, 没办法不信的, 那世伯们都信了, 你只要不信就可以了, 但我们很难反洗脑, 尤其他是权威, 你以为他是权威, 你信了他, 全世界都要信他, 他这样说又好像有道理, 其实是无道理, 说来就很复杂, 我们不断向自己催眠, 不行了, 我现在哪做到, 因为我看到, 个个八十岁都是坐轮椅, 都是乒高, 都是什么什么, 不应该是这样, 八十岁在有些社会, 我都说了, 我要很多谢, 有一次我去马来西亚那次, 就是在路边, 公路有人停车卖水果, 卖土产那些, 有一个阿嬸在卖, 她说她自己是九十六岁, 看她的样子都几次, 真是很小粒, 有什么特别呢? 很精神的, 带着两袋东西, 不停走回来, 不停走回上去, 看她走回来走回来, 九十六岁, 鬼那么重, 你叫我带我吹不到她, 我便知道, 其实八十岁不应该坐轮椅, 不应该插喉, 是我们的院舍搞成这样, 又是被人落共同, 又吃不应该吃的东西, 整天都是这样, 所以说到尾, 我觉得你问我, 都是爱自己, 第一样要做的, 又好像很老土, 找回自己的灵魂使命, 即是说生命的价值,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向哪个方向走, 为何你要这样做, 为何需要你做, 为何需要是你现在做, 那就是要自己剩下去收了, 它自然就会有答案出来, 我们有很多方法, 又搞出一个什么叫高我, 你有没有听过higher self, 有什么有什么, 我明天就有一个按住来问我, 说什么高我, 我一下就说他听, 多个月不用想这些事, 不如我带你这样看, 可以说到很复杂, 不是错的, 但不需要一定要做什么, 我经常都说, 由香港去澳门, 你一想就想到坐水翼船, 对吧? 但其实可以驾车去的, 其实驾火车都可以, 你经过广州南, 又可以坐水翼船, 现在就有直通巴去的, 对吧? 再不对, 直线机都有的, 再不是, 你用船游艇都可以去的, 曾荫权就是, 坏了, 再不可以就爬镜到, 你被人住停, 再不可以游泳都可以的, 就是我们想这些事, 不是想一条路, 而是想那麽多的可能性, 个个人几不同, 每个人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想我做了五十多年老师, 总结一件事, 你问我的成就, 我觉得我最大的成就, 就是我亲身示范给我的学生们看, It's ok to be different, 因为他看到这一个港师太另类了, 常常穿梁鞋, 上堂这个拨, 这个丁丁, 说些不知甚麽, 学生问我这些, 我又不正面回答, 烂身烂细, 又不去近天吃饭, 躲在自己在个房那里吃水果, 不知甚麽, 那麽有趣的, 总之跟人家很不同, 我里面六个教授、港师, 五个开车的, 是我踩一单车的, 在我们社会, 他们觉得你很疑虑, 但在西方社会, 如果你跟人家不同, 人家各个都赞你, 他们说, 譬如在我们伟大祖国, 当每个都穿长袖衫时, 你穿短袖衫, 全世界都针对你, 他们不敢穿短袖衫, 如果你上班, 每个都穿长袖衫, 你又不敢穿短袖衫, 经常都是这样, 我见得太多了, 所以, 问问自己, 为何我是独一无二的, 我甚至有什麽不同呢, 我现在要, 其实我生命在做什麽事, 比如表面上是赚钱赚食, 表面上是臭大我阿妈, 但其实你真是你的冲动在哪, 你的passion, where is your passion, 找回那个, 那就是你, 李温使命, 记住一样, 李温使命一定是要帮人的, 为人家好的, 这样, 现在只可以够时间讲这麽多, 由这开始, 看看我的片, 有很多片上讲这些, 拜拜,